字幕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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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节目时间 这节只有我一个和大家做节目 回来 今天下午發生何事 令行指差点 要跌1000点 今早就说过 特朗普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恐吓中国 要加多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 虽然是额外10%的关税 这是恐吓说话 但今天下午 发工方面出了通告 特朗普说 如果中国再有什么反击行动 再要额外 再加多2000亿美元的商品精水 令到中美贸易就平衡 我们今早也说过 本来说500亿美元 分拆了两次 一次7月6日的300多亿 便会真是落实 然后今早恐吓 再加多2000亿 今天再加 额外再加2,000亿 即是总共 加上4,500亿美元的商品 加征关税 虽然可行性 我觉得不会说 真的十分之大 但特朗普这个声音 的确是触动到市场的神经 特别留意今天上证指数 是恐怖来形容 多久没有见过上证要跌100点过外 现在上证就收了市 他们的边跌了114点 即是有百分之3.78的跌幅 做2,908点 只有3,000点 今早一开就跌穿了 曾经失去2,900点 现时可以期待2,900点的上方 但不是什么指标的位置 要向下穿不难 因为见到美国方面 指数的起货方面都跌得颇大 尤其货方面 内地上证指数同样都要向下 虽然跌幅没有跟着上证跌得那么厉害 但我们这边都暂时失去29,500点的位置 暂时跌830点 29,477点 刚才最低下跌了900点 最低下跌了29,332点 虽然说2月的时候低位最低下跌了29,129点 但用收市来计算 收市2月9日收29,507点 要观望一下 一会稍后 劲价时段结束之后 可不可以上回来这个位置 295失埋的话 就要看今日中午Steven也和大家说过 散户心理关口250天平均线 250天平均线 即牛熊分界线 现时在做29,251点 今天当然了 暂时就叫做敌倒下 也都未曾碰过 不过留意一下图表右上角的国企指数 国企指数其实已经跌穿了这条250天线 是比我们更加快跌穿了 究竟是不是真的转弯呢? 因为国企指数上星期都叫做敌倒下 但今天是终于失去了 而且现时大市方面有1393亿成交 大成交来的 大成交沽货 是否说外资都开始沽货离场呢? 见到其实新兴市场方面 今早应该要和大家更新这个消息 走资其实真的持续 看回报道说 根据Bumber的数据说 今年以来亚洲六大新兴市场 印度、印尼、菲律宾南行、台湾、泰国的股市 已经录得190亿美元的净流出 说这个走资的速度是由2008年金融海市以后以来第一次见 而港汇方面 今天曾经最低也是见过7.8499 即距离7.85亿药兑换保证差一个点 这一方面都值得关注 究竟现在是否市场恐慌到资金要在新兴市场流出呢? 都是会令到恒生指数、港股这一方面偏弱的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要点就是 留意到今早我们也和大家说过内银方面 除了跌穿了这个横行的区间之外 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大家真的要留意的 好像开了这个939 今天跌到这些位置 现在是在做7.5毫半跌了3% 这些位置其实是比起2月9毫 这个位置是更加为低的 2月9毫的时候最多是见过7.72 现在是在做7.5毫半 即是说它是跑输过市的 会不会是连内银就是 这些中资金融股是第一阵 首先要跌下来先 即是它是跑输了 现在恒指这里是未跌 这个是2月9毫了 未去到2月9毫的位置的时候 见刊已经跌穿过2月9毫的位置 所以留意一下中资金融股 不要说中资金融股方面 贵了个息而立刻进去 因为现在根本是完全不值的了 连价格都失了的时候 那如何是好呢 好了 先和大家看看个股的问题 第一位朋友 问6030用不需要止蚀呢 先看看中资金融股 哇 你不说 我真的没有怎样留意到这些圈上股 两支这么大的阴烛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先止蚀 你说一直还行 我都可以说等它突破 因为它还是多头排列 现时呢 早都五六日之前 先清一下这个图表 这个是6月8号 6月8号的时候 这一支阴烛 就已经令到10线穿了20线 现在10线还要企图穿了50天线 19元齐头 即是多头排列已经被破坏 还有这两天 你也看到阴烛很大 成交是十分之大 你说得没错 之前赚的那些 我想你捱的捱了这么久 真是亏了 亏了都不止 还要连个横行区 首先是这一层横行区 你已经没有了 这一层横行区 你亦都没有了 那些位已经穿了 这一只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就真的又是看2月9号的低位了 很多股份都是看2月9号低位了 例如一个市造成这样的时候 它是齐头17元的位置 现在是在做17个2号8了 我想我最建议你真的 怎样都要减一减走一走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走完 因为一失17元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已经又到这些位置 即是16元再见了 所以我想你 就算给多一点点机会 它怎样都好 17元我就建议你清掉它了 那时候不知道这800点跌幅 已经消化好了 还是说特朗普今晚会获利 还是如何 我们猜不到 但是贸易战这件事 不知道还要玩多久 再加上证 你连三千点这些心理关口都失去的时候 这些劝商股还玩些什么呢 没什么好玩的了 你不要拼它反弹 拼它反弹 拼它反弹 都还有这些阻力位 你是上不回去的 所以我建议现在怎样都要减一减 6030就 再看下去 1071指不止蚀好 1071幻电国际 这一只都是连续两支大的音竹 其实跟刚才6030差不多都是大音 这一只早几天六月开始说 我说它扶着20天线向上 一天不失20天线也没什么问题 上个交易日那支音竹 我还可以给它一个机会 因为它没有穿了这个横行区 横行区的底部是做三个四毫二 是这一支三个四毫二 现在失去了三个二毫四 这一只我真是失望的 今天弹到最高都是三个四毫一 很明显三个四毫二 由这个支持位变成新一个阻力位 就是三个四毫二 现时三个四毫二都顶不住的时候 下一个位置的支持位 要去到三个三毫三 这里还行的这个位置 三个三毫三是支持位 即是今天收油是收不到 现在三个二毫六 收不到三个三毫三 就真的都建议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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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7年年尾的时候,它就是曾经升到这些位置 然后11月打后,哇 我想这里看不到,11月大概在这里3.4 落到大概2.58这些位置 2.58,3.4这样滚下来的 现在呢,转上去的时候,你不走 我怕你要再试这些低位置 所以我都会建议1071减的 因为它就是连我最支持的3.4号耳都塞了 是不是要清呢? 我又觉得这一款不需要太可以留一留 不需要完全清 因为它是多头排列,只是cross了一条线 所以我会建议减而不是建议清 除非你要连一条50天线都要插进去 我就真的会对这一款彻底失望 那便会建议你清 因此还可以保持一切都对我来说 好了,现在4点03分了 去我广告回来,再回答大家其他问题 回到节目时间 但大家看看现在画面上 恒生指数方面 现在跌835点到29473点 未完结的时候 成交今天已经去到1434亿 今天没有配股,没有市场指数换码 纯粹是跌市的沽货有1434亿的成交 真的不容忽视 因为跌的时候的成交 今天大到可以把中兴通讯推走了 在二十大活跃股份当中 还记得中兴通讯已经霸了很多天 即是你看到画面上没有跌幅有两成过外 你就会发现今年的中兴通讯已经离开了 在活跃成交房当中 看回现时,普遍都跌2-3% 跌5%的有吉利同信主 真的比较弱 刚才回答了6030和1071 然后再看看其他YouTube的问题 YouTube正在调整 我相信大家都会来来去去都在问那几个 除了刚才1071还有1030 今天内房方面都不是一个好日子 1030跌7% 做7.14 最低过6.94 都有下影线顶一顶到 不过不要说希望太多了 怎样都要指责吃一吃了它 第一次失了10天 即是声势被破坏 怎样都要吃一吃 但是说到什么位置呢 一定要清掉它 这里6.87 我怎样都一定会清掉了 如果你不清的话 又来回这个 无限的 横行区 为了什么呢 甚至如果你连这个 横行区都不清的话 最低又会减回6.15 到时你又会有赚便舍 虽然说这个横行区其实都重的 但是不排除 上证要跌的时候 这些内地东西都会跟着跌 所以我会6.87一定会清掉 现阶段失了10天线 破坏了这个声势的时候 怎么都要减一减它 10天线已经很远了 现在7.14 10天线是7.47 所以这些位置应该要减 而这个6.87就应该要清掉 这个是对1030的一个建议 Jason说874真是黑爆 一入就跌一成过外 今天若股1093E也跌2% 1177跌3% 2186也相价跌7% 是不是只剩15400可以是正数呢 不过15400真的不建议大家进去 单日的一个小阳竹 连上个交易日的阴竹 其实都未吃得完 而且市跌这么多的时候 就真的不要为这些东西而博 874是否真的跌很多土伤呢 是的这件事是的 又是跟1030同一个玩法 失了10天线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减或不减 但是昨天这一支阴 即是上个交易日这支阴 怎样都会考虑减减减减 不是马后炮 即是怎样都失了 现在现货选择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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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会看到34.6%? 因为34.6%已经有在那一句 10天20天线已经有穿了向下咬 我会觉得这里如何租载,再减减减货 现在并不是说教育股、药股可以撑住牛皮的市 都不是用牛皮来用,已经在跌 不要说资金放在药股当中一定可以翻身 如果现在市真的转转下来 其实没有一只股份是可以不受惠 可以放了几年再等它回家乡 这些时间都浪费了,通胀也不止 其实教育股今天也不漂亮 2001也跌3,6169方面也跌3 839跌2,6068也跌1.8 所以白云山方面我也建议大家先减减货 畢竟一手的入场费是高的 如果你不减货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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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你会不会还有资金去买到其他值买的东西呢 这一样是今天钟小姐教我们的 大家都要考虑这件事 到时你可能承手蟹放 没得再交货 没钱再买便宜的东西的话 到时又再丢心口 还有Jason 你就快点照顾一下你老婆和BB 你不要再出现了 大家都不要再理他了 真是 市跌力都是你家人 真是生气 再回答其他问题 103名回答了 26382号3号加息周期有没有影响 先看看加息周期 加息后 当然会发现这些收息股 不会好像没有那么吸引 如果你的息子都高的话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收息呢 更何况他就算有息收 如果他有价格下跌的话 你怎样都要正视一下而走 今天这支音 如果再音多一天的话 你真的要正视走不走 现在就做到7.5 向下 你很明显都看到这个横行区才会再有支持 这个时候你就又已经没了几毫子了 你这个息怎么赚 赚极大 这个价又再亏的话都没用 刚刚算这个横行区就大概现价7.5 左右 向下的第二个支持位就7.3 再向下就很明显看到这里了 7.1.5 可以收拾现金 但我不建议现时这么快转进来买这些 然后他就问号 问到2号和3号 今天中电2号仔都跌得颇多一下 那支音烛非常显著 同样都是这样玩 你连个横行区 你今天这棍1.7%的跌幅都实买了 还有80.05元 今天成交大 真是要整事一下 一直扶着10天20天线上来 没问题 然后横行都算了 这两天交叉了第一层 10天20天线有落过来 但是今天这一棍来回80元的位置 即是说到4月的时候 甚至这些横行区才见过80元有支持 是否吸引呢 有机会再向下试 试多几格去到78元左右 看看78元有没有支持 如果没有支持的话 要看到这里了 75元了 有货的我建议你留意一下 明天可不可以站在78元这些位置 没有货都是不需要这么快进来住 而3号仔 3号仔 我想你早几个星期之前都被人说 长星长友不停破顶 同样10天20天线向上 但是这几天告诉你 势头已经又再次被破坏 就算第一个支持位置 其实都很重瘡 15.2这些位置 塞了 再向下呢 就要看14个 哎呦 画得高了一点 这里 14.5左右 有没有支持 所以都是那句了 你没理由阴到这样 阴了这么多天 现在才买入的嘛 不建议买住 等它站不站到14.5元 是否真的站得稳 你先说 可能我怕了个市 不如买回这些公用股收息 才再看 14.5元 看看站不站得稳 这一款ROS 来到这些位置 如果站得稳 其实都 有少少是否可以博它反弹 不过其实你可以先拿着钱 不需要这么快去 去进入这些公用股 好了 现在就又到了 搭三的时候 看一看市 真的收不到295 如果用一个收市来计 刚才所说 今年度最低的收市位置 其实原来不是 收市位置最低的话 原来是2月12日 开个行指图给大家看 一直以为2月9日 因为即市方面 做了一个低位去到29129 我就一直以为那天的收市是最低 这一天是2月9日 收市是 是收29507 但是第二个交易日 即是12日 原来收市是29459 今天是29468 哇 究竟是否真的要用295来做一个分岁 不过怎么都好 走了几次以来 这些295是真是顶到的 29450 29500 其实大家真的都要值得关注 只能够说 今天下影线是没有那么低 不过我觉得今天的成交来算 不容忽视 真的不容忽视 不要说现阶段来交货 买货 凌晨 因为当时2月的时候 250天线其实很远 当时是在做27000 现在的250天线已经很近了 250天线是在做29251 所以就算现在这些marginal位 我都不觉得大家是要买货 清就要看个股 不过减 今天真的要趁 今天阿爷收了时 我们三点半打后 真的很建议大家 怎样都要减减 特别是874 这一只资金这么大的时候 都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在之后 跌定了的时候 再没钱或买货 这一只大家要留神一点 我们明早就9点3 再和大家见面